哈喽兄弟们今天这条视频呢可能会得知到部分人 当然不是你们啊 但还想跟你们聊一聊 从做博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被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皮肤问题 这里的视频也有300万人看过了 这一个呢就是我五年前的皮肤状态 因为这条视频呢所以说我不早兄弟问我说 冰根你的豆是怎么削的 皮肤是怎么好的 用了什么样的产品 甚至呢有不少去豆的品牌方来找我做推广 但是呢都被我一一回绝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靠他们的产品去改善的 这条视频呢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去豆护肤的 而是告诉大家少花些冤枉钱 不要再去当冤大头了 这个是我高三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准备艺考了 因为我是艺术生嘛学表演的 然后为了让自己的整个精神面貌好一点 我妈呢就托朋友带我去做了真青 整个过程大概两三个月吧 就从原来的满脸痘痘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然后期间就只是嘱咐了我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就只是去做了真青 以及吃的稍微干净一点 完事了 我相信我不少兄弟看了有一些博主 推荐一些去豆类的产品啊 看到视频上面有效果 然后完事自己也跟着去买 最后呢有可能钱花了 反而还适得其反 对于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找一个专业的驱斗机构去咨询 而不是靠一个颜值博主 我平时在脸上用的东西就是只有洗面奶 没了 我也不护肤 从高三之进完 我除了洗面奶 我就几乎没有用过任何护肤品 所以你有痘痘搓装的这些问题 就去专业的驱斗机构去咨询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状态也是因而而异的 而不是看有些博主往脸上用这儿那的 然后皮肤状态变好了 你就傻无福的跟着去买 不是说这类产品不行 而是不一定适合你 平时呢多喝水 少熬夜 然后尽量吃得干净一点 完了去询问相关专业的人 别该花的钱不花 然后不该花的钱你苦苦消费 那皮肤怎么可能好呢